不能让自己的吃饭的 被一个东西来威胁着 绑着 比方说我要工作收入 靠这个的话 那个没有 我就受他控制了 我要受他左右了 这样说回来 我心中的偶像 好像都蛮斜杠的 像谁海明威 对不对 打猎 对不对 拳击 钓鱼 记者 什么都干 这种体验 其实更多的情况是 你比如说当年我想起 我在广州的那个时候 是为了谋生 广州话叫炒耕 你知道吗 最早找我的就是 那个新州刊的孙脸 是 我知道 就是那个时候 就比如说人在电台工作 其实是工资也不够 那外边民营企业的老板 请你去做一个什么 那个时候我就记得 你看那个时候是1980几年 上个世纪80年代 就是说人民开始改善自己收入的努力 你发现没有是不可阻挡的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非常普遍的 以至于炒耕成了一个时代流行词 在我印象周围人人都炒耕 因为有些炒耕还是单位不允许的了 那就是就是偷偷的 他就有一种就是 自己去另找一份收入 其实这个是不是在香港 相当于叫part time part time 堅持嘛 北楼密 很多 我听很多那个白天在那个office 做个职员 一下班敢去哪里 敢去当那个快递员 骑着摩托车去送外卖去什么 为了就是多赚一点钱 假如我们很浪漫 称他为什么斜杠青年 他哭给你看 对 我不过是为了多 社会底层的生活方法 多赚一两千块 买房子 租房子 那不是因为兴趣多元化 我们很难想象 因为兴趣是做快递 那咱们就换了说 要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斜杠青年 很显然还是希望自己这个多元发展 全面开花 是 对吧 但是这个梦 我觉得我要不要 要分开几个层次来讲 首先呢 一个人 干一些表面上和他专业 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这种事情其实从来都存在 我前阵子才在我另一个节目 音频节目里面谈到一个 我很喜欢那个英国的古典学家 他也是个很怪的一个人 他是个古典学家 他的专业是研究苏格拉底 其实 但是他有个副业 他副业是个诗人 那诗人呢 但是也跟他的古典学相关 因为他用古希腊文写诗 那今天 当然他写得好不好 没有多少人知道 但是问题是 伦敦奥运跟雅典奥运 都请他用过品达的诗体 来写诵诗 就是要用这个古希腊文写诗 来歌颂奥运嘛 然后呢 但是他比较斜杠的地方在哪呢 他是个很优秀的大提琴家 他有个三重奏 然后演奥布拉姆斯 在英国时常巡回演出 然后后来呢 他又做了个小买卖 做生意 出一种这种拼自由戏 所以他也是个企业家 那么这种比较斜杠 但是呢 我觉得像刚才 杨小姐说的这种斜杠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是 其实我们身边最常见的 就是你各种好像很斜杠的东西 其实背后是有联系的 你有一个内在逻辑的 那么这种内在逻辑 使得你能够做好几样 很多不同的事情 人家都以为是不相关 其实相关 比如举个例子 像刚才你说我 我年轻的时候我干这么多事情 其实我后来回想起来都是因为 其实我总觉得我在干一件事 比如说我那时候 做一些电影剧本的东西 我在做杂志的编辑 我给你写专栏 然后我做电台节目 我做电视节目 或者做一些电视节目的策划 教书 做一些的机构的顾问 好像都不一样 但其实都是 贩卖的是同一种能力 那种能力都是一种 我怎么样去组织讯息 然后从讯息之中 找出一些碰撞的地方 迸发出创意 然后又把它清晰的 能够用某种语言或者形式 去表达出来 其实同一种能力 它是能够应用在不同的领域 或者从不同的领域里面 找到养分来滋养它 培育它的 其实是这个 所以一下我就能看出一个高标准的和一个低标准的两个概念 你比如说杨豪你说这个斜杠青年他到底是因为一种谋生的不得不 还是一种自己的追求呢 对所以我觉得斜杠青年可能跟几个词语都混淆在了一起 比如说斜杠兼职转行跨界 那么这几个词语它都跟斜杠好像有点关系 但是可能又都有本质的区别 比如说你到底是不是靠着不同的兴趣赚到了自己 该让自己生存于是的这个钱 或者是说你是不是面对了不同的客户群体 不同的这个交友群体和工作领域的这个群体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做一个 你试过 你是不是还试过创业啊啥的 我试过创业 对 你有没有感觉到生活在 一天生活在几个平行宇宙的这个感觉 我创业的时候感觉到的是非常分裂 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斜杠 具体说说 就是这个白天创业晚上要写作嘛 然后你白天的时候面对的各种各样的要打交道的人 其实是跟你写作的时候面对的人群完全是两种人 比如说我创业做的是出版的创业 那我可能不仅要打交道的是作者 作者是自己非常熟悉的圈子 我不太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跨界 但是我可能要面对印刷厂的老板 我要面对印刷厂的工人 我要自己逼着自己去知道那个油墨纸张怎么回事 那这个对我来说它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你也是个学习嘛 没有我能够给斜杠青年 或者说斜杠下个定义 换一个角度 因为我们其实在成长或者说发展阶段 都有想去不同的体验嘛 其实只是从你追求不同的体验来定义斜杠不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定义是什么呢 你会拒绝一个固定的专一的单一的工作 你要有拒绝的意志跟决心 那个才叫斜杠 比方说你搞出版创业 明明可以发展得很好的 你就做下去了 你走下去二十多三十多四十多下去 你看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出版家 就往这个领域走下去 可是在这个时候你要做我决定 我放弃 自己斩断了这条路 对 我不要 然后我为了什么 我不要为了什么呢 不是这个不好 而是不够 Not enough 不够 我就再去试其他的东西 能够有这种意志跟选择 才是斜杠 所以我经常觉得生命 我年轻一点的时候 会觉得说生命最困难的部分 在于选择嘛 我们要选啊 做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工作 读什么书 我越年轻越大 我越觉得生命最困难不在于选择 在于放弃 放弃 把一个部分放弃 放弃是最难的 所以嘉辉我们俩这个心有灵犀 对吧 引出我当年的一个名言 这在当时那个我们公司里还是一个谜 因为一般人不太理解这个话 说那时候做个宣传卡片 说每个主持人在上面写句话 我当时就写了这么一句话 我说那个永不放弃 通常都在说永不放弃 我打了一个问号 接下来是不 永远放弃 然后我那张相前片的照片是 哈大笑 永远 当时很多人 你是放弃了自己 对 我们那个主持人 事务部都不太理解 说这是 就是说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永远放弃 今天嘉辉说出了意思 懂得放弃 也是勇气 而且呢 要不说想青年人学习 昨天呢 我们仨这个老哥们还在一块聊 我就给他们凯探 我怎么老挣不着钱 对吧 就当然世界上还有很多 比我们更贫穷的人 我们这么说话 但是毕竟要有比较而言 对吧 你比如说那天我还看梁家辉哥哥 梁家辉哥哥还说呢 我说我现在还得拍戏呢 对吧 我过去拍戏是为了今天的生活 我现在拍戏是为了我的养老金 你看他到现在 他这个份上 还是要为养老金 再努力 再挣钱 我就觉得 我说我怎么觉得 很多年轻人 我就觉得 他们怎么都比我会想 就在这个这个真是我觉得 人家心眼活 我一辈子至少到今天为止 就干一件事 挣的就是劳务费 到了摆脱不了一个干活 拿钱的命运 你知道这样养老金是 很难的 对吧 你这只能是不一日不做 一日不得时 对吧 但是今天我看到很多青年才俊 我真的觉得 你比如说他稍有名气 他不是说我继续干这个 他马上想到了资源整合 这个我跟杨好联合一下 我们可以一起发展出一个什么事业 我这活也干着 我们可以再发展一个新的 每一个东西都是一个品牌 甚至于我的品牌 和他的品牌 可以怎么样联合在一起 甚至有的人就是 打造一种什么叫矩阵 我才听说这个词 啪就矩阵 比如说 其实咱们仨就行啊 文道你也是一节目 嘉辉也有节目 我也啪就一个矩阵 哗就怎么着 就是反正就是怎么一弄 就卖上亿 我说这个脑子 我完全不掌握 就是就是 可是比我年轻的人 我就看着他 眼瞅着就比叔叔挣钱多了 你说咱们这种人 就就我想斜杠 很酸的葡萄啊 听起来 就是酸啊 就是就是酸啊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但是问题是 你刚刚讲这种斜杠啊 还不是典型的斜杠 一般以 这些是一些 就你刚讲 才俊型的青年 就他多向发展 对他能够看通很多东西之间的一些的联系 我们老一辈人呢 比较迷信专业 就是毕竟比较相信 你竟然在某个行当 比如说以前我常讲 我们在中国念大学 把本科叫做你读什么专业 常常有 我觉得这是个不太好的一个讲法 其实你本科学出来的东西 专业不到哪去 但是就喜欢问你专业是什么 我们喜欢把什么东西的专业化 尤其比如说我们念传媒的 就晓得在中国念传媒呢 很多时候那个专业分得更细 比如主持人专业 这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专业 只有中国才用 这个主持人都能成专业 那么就喜欢把东西专业 我们主持人怎么就不能成专业了 主持人是专业 其实是我们 但是这是个专业 但是读书的时候 就因为过去的工作要分配 要分配工种 那么所以你的学习 跟你的工作分配是密切相关的 但其实整个世界 并不是按照这个计划 那么理想的被规划出来的 在运行当中的 OK话说回来 刚刚讲的青年才俊 指的就是他只是看到了 世界当中的种种的联系 这种联系其实正是很多 成功商人也是一样 你知道有多少成功的商人 他起家 他今天发家致富 在卖的那些东西 跟他起家在卖的东西 是完全不一样的 李嘉诚最初是做塑料厂的 对不对 他今天不是吧 所以你想想看 他们这都是在看到联系 看到机会 这叫寻找商机 其实这是商人 这个还不叫斜杠 真正的斜杠是什么 更多我看到的斜杠青年 其实他并不是那种 觉得我要发财了 我怎么样搞个举证 怎么样上市了 不是 而是呢 他已经对于养老金 这个概念啊 可能都不是那么计较 我觉得今天我碰到的 很多的斜杠青年 养好的养老问题 已经养好了 已经养好了 他就养好了 但有很多呢 他是根本 他会觉得 你跟我讲买车 买房养老这些事 一来很遥远 我还年轻 二来 今天在很多的一线大都会 比如说北京 香港 上海 甚至是伦敦 纽约这些地方 你让一个年轻人 在想 我将来怎么买房 怎么样养老 这件事情 甚至是一个 很梦幻的事情 那我为什么不干脆 释放我的兴趣 跟天分 让我能够做 几种不一样的 能够满足我生活所需 或者让我能够满足我的热爱 跟这种欲望 那好像他这个是正解 是吗 对 因为其实文涛 文涛老师 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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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涛老师刚才说了一个 挺重要的词 计划 就是原来呢 大家对工作 对职业是有份计划的 比如说这个职业 能支撑我 怎么样去养老 怎么样去养家 怎么样去养活自己 但现在可能我们把这个词 替换成了叫做时间管理 因为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 是在做时间管理 而不是在做计划人生 就是对青年人来说 有可能把钱花在当下 是更重要的一个事 那可能就去想 这个钱 我是把它用于今天 这个月 今年的什么地方 这些能让我当下得到什么 而这个养老确实是 对当下年轻人来说 是一个挺遥远的问题 而且刚才呢 这个说到中国的 周朝发明的这种六亿什么的 其实西方也一样 中世纪的时候有七亿嘛 七亿就是语言 修辞 逻辑 他们同称为三亿 还有一个四亿是算术 几何 天文学 以及音乐 对 其实跟中国大同小异 这个培养出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人 也就是其实我们追求的 一种人文主义者 一种博雅式的 这种通识式的教育 对 你说这个 我岔开一个 这个文艺复兴人 是一个千古之谜 是吧 就是 我啊 我羡慕的都是我不是的 我就羡慕多才多艺的人 但是呢 这个 我自己呢 就是 我只相信一门深入 就是我 因为我老觉得 我自己这一个活 我干二十年 我没觉得干得好了 就没觉得自己达标了呀 因此我就更加崇拜 像这个达芬奇 这个咱们都知道 对达芬奇我有两个感慨 就是 一个就是说啊 文艺复兴那个时候讲权人 有一个概念 就是 在人类历史上 好像有过那么几个时期啊 就出现那么一堆巨人式的人物 这个人 其实中国也有类似的人 当然 就是说文武 不要说文武双全 论力气能掰弯铁条 对吧 然后呢 能够 这个有点斜钢 据说达芬奇 力大如牛啊 然后呢 就是设计武器 设计出这个工程的机械 设计船 甚至从他的图纸看来 他连直升飞机都设计出来了 所以我由此而来的是第二个感慨 就是说 达芬奇的设计 没用 这都有意思 但是在直升飞机 我们有了之后 我们又发现了 原来 哦 他早就画出了这个直升飞机啊 或者降了伞之类的玩意儿的一些基本图样 那么 这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一个人 他自己秘密书写 甚至你看达芬奇的字 他都是反着写的 据说那个时候人还挺爱写 他发明的密码 密码 对吧 好 不想让别人知道 就自己 留下来这个文献 几百年之后被发现 但是这个时候呢 直升飞机已经发明出来了 那么 它的意义 你怎么理解 你研究问题不行 我听说过达芬奇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就是我们都知道米兰的这个公爵特喜欢达芬奇 Sforza 对Sforza家族都非常的喜欢达芬奇 但是我后来看一个资料呀 发现其实Sforza家族最初顾达芬奇来米兰 并不是因为他画的好 是因为他能给他们设计一个水利工程 就是怎么样在这个防止洪水来的时候 所以我们都在想 这个可能一直以来 我们对历史人物也有一种偏见的斜杠 再比如说这个纳伯科夫啊 也是这样子的 咱们都是因为他的洛立塔 因为作家熟知他 但其实有可能纳伯科夫自己 我认为自己是个蝴蝶学家 是 他也许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作家 都非常有可能 这个挺有意思 而且还有考虑 其实我仍然觉得文艺复兴人 那种多才多艺 给我们的那种很绚丽的印象 是一个我们后来很专业分工的社会 看过去觉得特别难理解 但是其实跟刚才杨豪讲的那种 内在逻辑仍然是相关的 你回想到那个年代的 意大利的一个艺术家 他到底经历的是个什么样的生活 你比如说像达芬奇他们这种人 他们一出道都要去一些当学徒 都要去一个更有名的艺术大师那里 学习在里面的工作坊 那个工作坊其实有点像小学校 那个小学校培训一个学徒很多东西 比如说算术 几何 为什么你要学这些 你干艺术的干嘛要学这个 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艺术开始 比如说绘图上面你开始要学透视 学透视的基础就是算术 就是几何 然后你需要去建雕像 你需要去建一个教堂 他们的建筑也要做 你甚至需要做桥 比如说米开朗基罗曾经提出过 参与过那时候有国际竞赛了 要设计你们不是说伊斯坦布尔吗 伊斯坦布尔金角湾的大桥 其实米开朗就做过一个设计方案 要跨海的一个大桥 所以他们都要做这些 所以他们本来学的一连串的东西 就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 那个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艺术家 这个概念跟今天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的艺术家本身是一个工程师 是个设计师 是个建筑师 而达芬奇特别的地方 达芬奇 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咱们艺术家的概念 是比较晚近才有的一个 其实就是做东西的人 就是做东西的人 做个东西 其实就是不会设计的建筑师 不是好艺术家 对啊 而且那个时候对不起 但达芬奇我们不能否认 他是个大财 他在世的时候就名满欧洲了 但是他最有名的 我觉得最厉害的 他反而是他什么 不是说他会做这么多样东西 而是他有一种贯汤通的能力 在他这几样东西下 那是什么 他的观察力 你刚才说的他的所有的笔记 其实是什么 大部分是一些图绘 一些drawing 那些东西都是你发现 绘图对他来讲 是一种知识探索的工具 他仔细地观察一个河流里面 这个水碰到这个石岸 产生的那个漩涡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仔细地画 他不断地在画 其实是我们的观察 他比如说他每天 他那个笔记本很搞笑 他会记录很多问题 你看到这个人有无穷好奇心 他问的问题 他会 比如说那个代办事物 就我们手机上 今天还有什么要干 他那个笔记本也写很多 他说今天记得要去问谁 鹦鹉的舌头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跟着下午要去问某一个人 说那个罗马的什么样的乐器 吹出来是什么样的声音的 就什么样的人会想到要问这些问题 比如一个他要问 啄木鸟是怎么样交配的 是他在想什么呢 他怎么会问这些问题呢 他是有无穷好奇心 什么都要观察 然后当把这些东西都画下来 记录下来之后 来成就他所有别的东西 个人的成就是一回事 当我们说出现了文艺复兴 整个时代的气氛 时代的现象 他不是说只是一两个人 整个时代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上面 第一个诈值观 在那时候觉得这样做是好的 自然的 应该的 第二个是可行性 什么意思呢 诈值观 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建立在什么 我们对于理性的追求 人的解放 从神的控制出来 整个诈值观在建立 你才能说我们信任 我们的心中的好奇心 问号观察 科学 艺术也好 从这里解放出来 而且是有可行性 整个欧洲当时的分裂状态 成邦国 当然也有他财富的累积 我们想回那个 先秦步骤这样吗 九流石家 也是因为那个时代 从那个旧的封建时代 转型出来了 整个解放出来 诈值观在说 我们要追求不同的思考 什么才是一个好的国家 好的人 好的存在 对不对 当时的人也是文武双全 你看墨家好了 墨子 传说中的墨子 军事家 工程师 哲学家 理论家 对不对 然后也有那种可能性 可行性 不同的国家 我去另外的 你不听我 我去找你 一样的 所以从这个逻辑出来 那为什么会有出现 这种斜杠青年的现象 第一个 价值观不一样 现在刚闻到讲到说 很多年轻人 根本不会想到养老 因为他们看中的是什么 生命的意义 价值 而不是价格 我们时间的意义 整个价值观不一样 可是你只有这种价值观 没有用 坦白讲 我爸妈也有这种价值观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 可是不可行 为什么不可行 就是没有那个 时代的技术上面的可行性 什么意思 比方说现在有媒体时代 网络时代 你在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矩阵 来盖一脚 赚点钱 这也赚点钱 甚至跨国 全球化 不是吗 你住在北京 可能接一个项目 是在日本给你的 是在纽约给你的 是在罗马给你的 你要有价值观 有可能性 才能成立 你说现在看 就是很多父母亲 整天背着那个古琴 带着孩子上这个班 上那个班 钢琴班 什么班 这个孩子不堪其苦 就是等于说 我这么样的培养你 往斜杠方向 这么多杠培养你 你呢觉得 杠杠都不行 杠杠都受罪 可是呢 真的咱就说 见到这个人中龙凤啊 我怎么会觉得 当然我因为现在 跟年轻人接触少 所以都跟杨好接触 就是我觉得 我小时候这样的人多 就是你比如说 你看这个 我们小时候 那个时候 什么都没有吧 但是比如说 这个达芬奇并不神秘 我认为这是人类 一个永恒的好奇心 真正让人觉得 可能有点难以理解的 就是现在这个精神 是不是有点被生存 或者被什么物质 给压住了 因为什么呢 那天我跟一主持人聊 就是说现在 你经常一天 现在挺爱批评主持人的 你知道吗 有时候批评的主持人 不敢提问题 就说你怎么问这个愚蠢的问题 我就说当然了 也有主持人经常问愚蠢的问题 比如像我这样 我说但是基本上 我老记得我的小学老师 跟我们讲过一句话 说世界上没有愚蠢的问题 只有愚蠢的回答 实际上我后来长大了 明白连愚蠢的回答也没有 任何问题和回答 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 你都不用忙着批评 你都可以观察 都可以得到你的 你都不必急于去 去包贬 对吧 好 我说的什么意思呢 我说因为我们小时候有本书 叫十万个为什么 我们全班同学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 这个这个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很多和太多问题了 而且呢 你看 有刚出现电视机的时候 九寸的电视机 至少班里四五个同学 他琢磨琢磨 他就装电视机 到那个无线电厂的垃圾里 找点零配件 自己就做了 那是最早的我们的九寸黑白电视机 我的天 手机都比他大了 最早有那个音响的时候 我像我哥哥还有我哥哥的同学们 就高中生 好多人 自己拼嘛 我以前也玩过 对 然后中国最早有流行歌曲的时候 全班男生都学弹吉他 都而且就是 而且是扒 对 而且 扒下来 把那个音乐 对 全会弹会唱 都不是父母掏钱学的 就是自己这么着弄的 就是 而且你知道 至少是诗人吧 至少是诗人 班里一班好几个小诗人 你今天看起来 就多才多艺啊 他拿琴能唱歌 对 是吧 拿起木匠的工具 他能干木匠活 对不对 我的意思就有一种类似于 达芬奇的那样一种好奇心 可是问题就在 他是不是后来能变成 斜杠青年的分别就在于 他有没有用他当成一个工作 或者说是身份 还是一个只是业余兴趣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还真的是 就是一代青年啊 我当年觉得 我们班的同学都挺多才多艺的 你说了半天 原来自己夸自己达芬奇 所以觉得达芬奇不神病 我为什么耿耿于怀呢 就本来你是个达芬奇的命 结果活出了多文童 被主持当我了 反而呢 我是另一种大智慧 叫做大智若愚 我为什么就是耿耿于怀呢 就因为我太自卑了 我在我那个年代的 我们同班同学团 我什么都不会 吉他 我只会谈这一个和弦 别的什么都不会 就是甚至于他们坐模型飞机 做什么 就急得要哭啊 那个时候被女孩子也瞧不起啊 就是不会啊 就是我当时觉得我笨的 画个圆 我就画不圆呢 接不上头啊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跟我周围的孩子比起来 他们一个个神采飞扬的 每天溜冰 对吧 时髦汉兵鞋了 一会儿他就会了 你知道吗 就是甚至自己坐汉兵鞋 我什么都不会 那你笨的我 最擅长是什么 就说呀 就耍嘴皮子 这太专业了 在我们这个年代 从小就是专业 最低档的 最瞧不起的男生 就叫你就会耍嘴皮子 结果我还就成了 我的唯一的职业 你说我这种 就算是毫无所能 您是放弃的哲学 那杨好 你是当初 你是从来没有想过 说要做什么斜杠青年 你只是沿着一条路 自然的